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嘩 虽然今年是鼠年 都不用出生来英節 这么大阵仗啊 陈师傅 逐渐都是老鼠 到底怎么算好呢 要解决这些鼠话问题 其实我们要看盐头在哪里 咦 我看到这些渠位都有些孔位 是啊 这些流宇和道路之间的空位 是很容易住老鼠的 我们看到这里有些老鼠药的痕跡 而且很明显有老鼠住在里面 拖了老鼠药进去吃 其实这些孔位是要封的 找些樱泥 陈师傅 这个暴鼠器这样放 对不对呢 这样放置的位置不太好 是 我们看到有两个问题 是 第一就是拖到门 可能会被网卡住 第二就是那个勾位的问题 如果放到这样进去 老鼠担隔你吃来吃去的时候 你都触发不了 通常最好放到最后 一咬一动 然后就会把主力的东西 立即关门 通常不是这样放到外面 要放进少许的地方 尽量靠墙 老鼠沿着墙走的时候 发觉有东西吃不完 才会走出来吃 知道 好了 我们刚刚就去了 鼠患重灾区 看灭鼠的情况 如果我们在家里看到 有鼠患的情况 应该怎么做呢 现在老鼠爬小入家居 都是很普遍的 在一般的家居来说 通常我们有四种方式 可以去处理老鼠 比如老鼠药来说 是比较有效的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家里有家居 有家居宠物 猫、狗的时候 亦都怕那些宠物 会不吃老鼠药 又或者用老鼠夹 夹到之后 你看到一个鼠尸在 就可以很快去处理 后来很多人 最多用的是老鼠膠板 老鼠膠板的好处就是 黏着老鼠在这里 你看到可以即时去处理它 或者有些人 传统上 就会用老鼠笼 老鼠笼也有一个效果 就是立即看到老鼠尸在 但是老鼠多数都生的 那些都要想办法 弄死它之后再处理 这四种的灭鼠方法 你最建议是用哪一种 在家居来说 用老鼠膠板 会比较适合 因为怕家里有宠物 也有小孩 老鼠膠板 通常没有造成一个伤害性 如果万一我们在厂房 看到有老鼠 应该要怎么处理呢 厂房来说 因为它的范围大很多 我们所选用的器材 亦都可以很不同 这是一个鼠尼的保护盒 为什么要保护鼠尼呢 有几个重点 就是保护鼠尼 不会受到 我们不是目标的老鼠 去侵蚀 比如流浪猫 流浪狗 也有一个作用 就是老鼠喜欢 在阴暗的地方去进食 这里比放在开阳的地方 老鼠就不太敢吃 老鼠只发现入到一个隧道 的时候 那些鼠尼就放在这里 又或者是穿在这里 我们就会有个专用的锁匙去开 当年你要叫人去 不得好说 就是说普通人 不会随便开得到 但是有些仓库 它是放食物的 可能你老鼠尼也没那么适合 那就要放一些老鼠膠板 老鼠夹 老鼠笼 这个是一个科技化的老鼠笼 它是一个红额线感应的 我们看到它分前仓和后仓 我们假定已经在墙壁 当老鼠经过的时候 因为老鼠是靠墙边走的 它一感染到的时候 吸 就是当然很动作 吸住了 老鼠不能走 就走到后仓 它走了之后 那道门就自动关闭了 因为是一个单向的门 也会有另一只老鼠走进来 也会继续走 走满了 到翌日寻仓的时候 我发现外人换了老鼠 多满了 拿出来之后 拿走去清理 这个就清一清理 就可以继续用了 最后 陈师傅提醒 如果大家成功捉到老鼠之后 首先记得戴了口罩和手套 要准备两个胶袋 消毒药水和火鉗 要用消毒药水噴老鼠的尸体和四周 杀死附近和老鼠身上的细菌 记得记得不要直接用手碰老鼠的尸体 然后将尸体放入胶袋 噴消毒药水 再套入第二个胶袋 然后消毒 连手套和口罩一起绑住之后 扔入垃圾桶 这样就完成了